哈啰 大家好 我是于轩 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小工会如何在黑区获得立足点 长生地宝总部 适合一些有一定游玩经验后 想在黑区获得立足点的小工会小团地们观看 各位一定都知道在阿尔比恩中的黑区是很危险的 因为黑区有大大小小的势力 若你们是战斗工会还有一波之力 但若是休闲工会就很难有个安身之处 久而久之就比较少人想要进入黑区游玩 那高阶资源都在黑区怎么办 这时候长生地宝的功能就会被凸显出来 地宝的功能可以让会员们有个长生处来躲避抓机 有个加工站做东西 有个仓库放东西 有个维修站修东西 有个市集交易东西 有个中转站让会员在长途跋涉货运中 可以休息或是躲藏 甚至可以成为工会攻打领地的立足点 各种方便的功能都集结于在地宝一生 堪称黑区中的绿洲 不管是大工会、小工会来说 地宝的功用是相当重要的 那今天的重点会摆放在地宝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宣告总部 总部非常适合战斗力不高或是偏向休闲的小工会 原因是总部有一个关键特色 只要第一阶段的建造成功后 就会进入无敌状态 除非能量低于一定程度或是受损 否则不会受到任何攻击和宣战 这时的小工会只要撑过前面的建造阶段后 就不需要一直提防其他人的攻击 在我们工会位于黑区的总部建立成功后 这边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工会如何在黑区建立总部 首先地宝的建立需要一种叫做 长生地宝建设工具组的道具 这个道具可以在工匠制造出来 需要红吸能量、食材及银币 并且建造出来的道具重达2250公斤 所以运送需要依靠极高负重的座骑 像是灰熊、八街牛 当你拥有建设工具后 就可以开始挑选你喜欢的地点了 在挑选地点时有几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地图品质、阶级和黄金时段 右上角功能栏位选择工会 并打开赛季总览 就可以看到总部使用之隔 这边会跟你说目前的总部 可以设立在什么品质、什么阶级的地图 点击那张地图就会显示 品质高低和黄金时段 地表的建造只能在黄金时段进行 所以要特别注意 第二个是地图的地理位置 有些地图虽然阶级不高或是品质不高 单距离光柱比较近或是临近地下城、城堡、 绍站等等的地图物件 四通八达也是蛮适合当作据点的 有些地图虽然高品质、高阶级 四周也有各种图鉴可以玩 但相对的距离较远 还会成为大工会的兵家必争之地 对于小工会来说 除非运气好 否则建立起来会稍显困难 第三个是地图里的邻居和地形 有些地图里已经有地堡 甚至宣告成了总部 这种地图通常会比较难建造 原因是你绝对不会想要多个邻居 来瓜分你的资源 理所当然的 他们也不想 所以当你开始建造时被发现 他们就会尽量动员所有力量来阻止你 假设碰到动员力高或是强大的工会 就免不了要来场应战了 地形方面因为只能建设在平淡的地方 所以常看时要特别注意哦 等到工具有了地图和地点也选好了 就可以开始建造地堡 建造的流程其实很单纯 到达地点、使用工具 等待20分钟、宣告总部、收工回家 听起来简单 但注意事项也不少 首先怎么把工具安全、快速、隐秘的运过去 你需要一队侦察部队在前面探路 如果发现有抓机队或是大红圈 就要赶快通知指挥官 代表前方路况有危险 再让指挥官提早判断撤退或是绕路 再来是怎么确保建设时的安全 你也需要侦察部队待在附近地图或是周围巡逻 若有人集结部队来拆地堡时就可以提早预警 也需要正规接战部队 在监视的时候如果被发现了 就需要保护地基撑过这关键20分钟 像我们这次盖总部 在最后剩下一分钟左右的时候 被多达两倍速的敌人给发现 就依靠现有的正规部队努力撑过防守时间 才能成功建造起来 所以准备一支完善的正规部队是很重要的 可以避免发生意外 20分钟结束后 就可以到达基地前方木板 宣告这个地堡成为总部 从此以后他都是无敌状态 那保持无敌状态也是要注意的事情 当地堡能量低于一定程度时就不会无敌 所以成员平时就要去携带能量球回来 能量球会出现在各地 出现时会有一段封锁时间 时间过了才能开始携带 期待时要注意不能骑坐骑 所以要穿容易逃跑的装备来快速拉回家 地堡也需要食物 当食物不足时就会开始扣血 扣血了有受损了无敌也会不见 总结来说总部这个功能 让有一定游玩经验的小工会们 在黑区也多了生存机会 不一定要依附什么大联盟或是大工会才能生存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可以建设成功 但只要成功后就可以获得一个安稳的绿洲 也是一项不错的投资 那今天的黑区总部建造攻略就到这边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会错过更多有关阿尔比恩的攻略教学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